大家好,我是法国寿司客 今天我们来做一根寿司大转 我们抓少量的一个寿司饭 这是整张海苔 我们把饭铺子均匀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饭包在外面的 同样的,我们先把饭铺子均匀 这里留一段 这样的话,我们包出来的大转的话 外观不会特别的大 现在我们在上面撒入黑白芝麻 放过了 我们在里面加入三文鱼 金铲鱼 芝士 牛油果 我们放料的时候一定要均匀 黄瓜 去腥 工厂大转的话里面放五种材料就差不多了 老铁们可以选的是自己喜欢的一个食材 现在我们把它包起来 紫菜扣进去 把里面的料扣紧 然后我们慢慢的放过去 竹链定型 两头往里面按一下 这样的话一根寿司大转已经做好 现在我们桌面擦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切掉 直接 对吧 两头我们修一刀平整 我们给它切成八段 对吧 接下来我们拿出一个盘子 把它盘住 这样的话一根寿司大转的一个环转已经完成 作品每天更新 喜欢的老铁双击观众 感谢